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什么样的手段解决中外争端的这么一个分歧 也就是说他们这种主战组合之争 是维护青王朝统治的一种手段之争 而不是一种什么爱国或者卖国之争 我们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历史 我们可以这样讲既不存在无条件的主战派 那么也不存在着无条件的主核派 那么这两个政治派别 这二者完全可以根据国内外条件的不同 而互相转化 国内外条件变了 他们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没有无条件的主战派 也没有无条件的主核派 那么在某一次的反对外国群里的战争当中 最初主张议和 然后转名为主张战的 主张战争的 那么这样的人是有的 虽然不多见但是有的 那么而最初是主张战 主张对外抵抗 那么后来转向议和的这样的人 应该说是比比皆是 那么在这个在中国近代史上 应该说是很多的 可以说比比皆是 经常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看一看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 有一个人叫做齐英 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悉 那么这个齐英呢 在给道光皇帝的一个奏折当中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那么就很值得我们去深思 他讲什么呢 他说自从这个英仪泛顺以来 言士者分如俱诵 自从英国对中国发动战争以来 那么很多人都在谈论 怎么样对付英国人 他说主战者 无不以 主战者无不以腐为非 主服者无不以主战为难 那么他说我自己在做圣经将军的时候 经过对本地的这个地形地茂的调查 他说我认为啊 这个在圣经这个地方啊 是有这个显要的行 显要的地势啊 可以恶守的 有牵线可守 他说呢 战随不足 守则有余 他说我认为在圣经的时候 中国同外国进行战争 那么可能是不够 但是进行防守是有余的 战随不足 守则有余 他说因此说在当时 我本人也是呢 主张的战而后辅 他说我呢是 一主战而后辅 事以恩威 他说我最初也是主张 先进行战争 然后再对外国人进行议服 进行议和 他说但是 他说我后来到了南京之后 发现这个外国人呢 英国人呢 这个火力啊 非常猛烈 传军炮力 说竟有战首两部族市之势 就是进行战争还是进行防守 都没有办法依靠 竟有战首两部族市之势 不得不暂时机密 就不得不对英法 对这英国人进行议和 那么其从其英这个奏折当中 我们可以看出来 那么其英本人最初 他是一个主战派 至少他不是一个 完全彻底的一个主和派 那么后来为什么他主和了 是因为他看到 英军的炮火猛烈 船间炮力 是吧 战首两部族市 看到这种情况 才不得不暂时机密 对英议和 就是其英本人从主战派 转变成主和派 他是有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地方 特别值得我们去深思 值得我们去玩味的是什么呢 其英他在谈到主府论者的时候 主府论就是主张 从英国进行议和的 他讲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 主战者以主府为非 提倡主战的人认为主张议和的人 是错的 为非 不对 而主府者 是以主战为难 他并没有说主战是错误的 他并没有说以主战为非 是以主战为难 那么这个说明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其英当时讲到这个主战主和问题的时候 都是这个主和论者 至少是在第一次亚军战争时候的这个主和论者 他并不反对对英作战 是吧 而是什么呢 而是因为 从英军做了一个比较之后 他们看到中国各个方面的实力都比较差 难以战胜英国人 因此才不得不对英国人采取机密 采取议和的办法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 在第一次亚军战争当中 就是有一些清政府官员 是从主战 转变成主和 而从主战 转变为主和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清军在军事战场上不断失利 看到英军的船舰炮力 那么在第二次亚军战争当中 有一个蒙古王爷 叫做森格林沁 那么森格林沁呢 在第二次亚军战争当中 被人们视作抵抗派的一个领袖 他是主战的 那么在1858年 那么这个中外在天宁议和的时候 森格林沁就给先锋皇帝上了一个奏折 那么上这个奏折当中 他就讲说一部分清政府的大臣 一闻贼制 一听到英法联军来了 便呢 报本忘奏 求请和议 一看到英法联军来了 那么就上奏折 要求同英法议和 那么他就斥责这些大臣 说这些议和大臣 无非欲 全身家保妻小 谁父以设计为重 生灵为重 他说这些议和大臣 考虑什么呢 都是考虑自己的妻儿老小 身家性命 没有人考虑国家的设计 将身设计 没有人 是吧 以天下生灵为重 那么森格林沁就讲 说圣败兵家常事 是吧 圣不足以喜 败不足以忧 说这战争当中啊 失败是兵家常事 胜了 是吧 你也不要骄傲 失败了 也不要是吧 忧虑 也不要过于这个悲观 那么因此呢 森格林沁 就给咸丰皇帝上奏折 就提出来 自己要亲自带领军队 誓死抵抗 应反联军的训练 那么有此可见的 森格林沁 他在最初 他是一个主战派 对于主和派进行了批评 那么但是到了1860年9月 是吧 英法联军 打到了天津 打到了北京 是吧 就是 英法联军 兵临北京城下的时候 森格林沁 建于这个清军 一百再败 从天津 是吧 通州 张建湾 巴黎桥 这个清军的不断的溃败 那么森格林沁 就有见于清军的 不断的这个失败 那么就发出了一种 悲观的论调了 他也很悲观了 他是讲什么呢 说枪剑刀锚 焉能抵挡炮火 清军的武器很挪扣 都是一些刀啊剑啊 什么 刀啊锚啊 很难阻挡住英军这个猛烈的炮火 那么因此在这个时候 森格林沁 那么也给先锋皇帝上奏折 提出来呢 深判合意速成 希望中外之间赶快议和 那么森格林沁 也就改战为和 就是森格林沁 本来是一个主战派的领袖 后来由于清军不断战败 那么他也主张对外议和了 那么说清政府内部很多人 是吧 那么他在考虑战核问题的时候 他不是一个 无条件的主战者 或者一个无条件的组合者 他要根据国内外的条件 而不断的改变 不断的进行变化 那么这是一种情况 很多人是由主战 转变为组合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在以前的最初的 一次反对外国群里的战争当中 他基本上是主战的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 后来的反对外国群里的战争当中 他变成了组合的 谁呢 你比方说光绪皇帝 具体情况我们一会儿再讲 那么还有的人 在先前的反对外国群里的战争当中 他基本上是组合的 那么但是到了后来的这个战争当中 他又变成了一个主战派 又主战 这样的人物有没有呢 那么也有 是谁呢 那么就是思绪太后 那么这个情况呢 我想在这呢 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做一个说明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史学界 一般是这样讲 说在这个甲午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 那么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 光绪皇帝啊 还有他的师傅翁同和 那么这些帝党 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刷新国内政治 那么同时 又为了向后党夺权 那么这一部分帝党成员 那么主张呢 对着进行战争 那么说光绪皇帝为首的这些帝党 是属于主战派 那么学姐又讲 说思绪太后 为了筹备自己的六十大寿 是吧 主张对日一和 那么李鸿章 为了保全怀军的实力 为了保全北洋海军的实力 李鸿章呢 也主张对日一和 认为思绪太后李鸿章 都是治国家 民族利益于不顾 主张对日一和的 那么说 在甲午中日战争当中 光绪皇帝是主战的 思绪太后是主和的 那么但是过了六年 那么到了1900年的 一和团运动当中 那么光绪皇帝等人认为 以中国一国之力 绝对不能够抵抗 西方的列强各国 我们讲是八国联军侵华 光绪皇帝 中国一国的力量 不能够抵御西方列强 那么因此当时光绪皇帝 是反对中国派军队 围攻外国使馆 反对中国向列强宣战 那么也说这个时候 光绪皇帝又成了一个主和派 他不主战了 那么而思绪太后 由于种种其他的原因 那么多种原因 那么尤其是他误信了一个 外国给清政府的一个假照会 那么在这个假照会当中 有一条就是要求思绪太后 要撤连归正 把权力交换给光绪皇帝 那么思绪太后看到这个假照会之后 对列强就非常不满 那么思绪太后 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利和地位 那么就昏头涨到 不顾客观现实 就悍然的向西方列强 向各个国家宣战 那么人们就要问 为什么枪隔了仅仅六年的时间 在甲午战争当中 一度主战的光绪皇帝 到了伊克酸运动的时候 他变成主和派 那么在甲午战争当中 一度这种组合的思绪太后 过了仅仅六年 怎么又突然变成一个主战派 那么这个变化是不是太有戏剧性了 那么对于光绪皇帝和思绪太后 这种转变 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怎么去解释呢 那么这个现象 我们看起来就很难理解 很难去解释 那么其实问题并不在这个地方 那么其实呢 作为清政府内部的主战派和主和派 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这二者之间是有同一性的 他们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 可以互相渗透 可以互相转化 那么我们如果从历史事实上看 在甲午战争当中 光绪皇帝 他的师父翁童和 这些所谓的帝党 并不是一贯主战 那么这个问题 我在以前一个传题里面 讲到过这个问题 光绪皇帝和翁童和这些帝党 并不是一贯主战 而慈禧太后等人 也并不是无条件的一位主和 是什么呢 我当时讲了这么一个观点 就是光绪皇帝等人 在甲午战争当中 主战是他的一种主要倾向 在主战的同时 他也有对外议和的因素 而慈禧太后等人 在甲午战争当中 主和是主流 但是在慈禧太后 他们主和的同时 也有主战的因素 那么我们就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来看 无论是光绪皇帝 还是慈禧太后 那么最初都寄希望于对日 不战而胜之 不战而屈之 那么中日战争开战之后 他们都希望中国能够很快是战而胜之 战胜日本 然后再通日本来签约 那么但是最后的结果 中国在中日战争当中不断失败 光绪也好 慈禧太后也好 最后都被迫走上了战败求和的道路 那么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 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呢 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的区别在于 光绪皇帝 翁农河等帝党 考虑问题的焦点 是中国应不应该对日作战 应不应该援助朝鲜 那么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了 中国战胜日本的可能 那就是他们认为 中国应该援助朝鲜 出兵朝鲜 因为什么 朝鲜是中国的范畜国 而且认为日本的国家很小 他不向西方列强 认为中国可以战胜日本 那么因此光绪皇帝也好 这个翁农河也好 那么他们主张对日作战 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排斥对日议和 而慈禧太后等人 李鸿章等人 他们考虑问题的焦点 是能不能够最后战胜日本 那么像 慈禧太后 或者是李鸿章 或者尤其是李鸿章 他更多的是看到了 中国长期以来这种激弱激贫的局面 中国各个地方都很贫弱 他更多的是看到了 中国对日作战当中失败的可能 因此他是立足于和 当然李鸿章也不完全排斥战 那么中日战争当中的这些组合派 他们一个最大的悲剧 或者他们最大的一个错误 在于什么呢 在于他们过分的相信 和依赖外国的调情 过分的依赖外国的这种调情 那么外交上的一系列的这种势力 导致了中国 在军事上的一系列的这种失败 那么这是帝党 光与皇帝为首的帝党 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之间 在战盒问题上的 他们的有一些那种不同点 那么这就是对日问题 那么就国内问题而言 光与皇帝和慈禧太后 所处的地位不一样 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 那么因此他们双方 必然会产生一些政见分歧 必然会出现一些权力的这种斗争 那么但是就中外关系而言 就中日关系而言 无论是光与皇帝还是慈禧太后 他们都是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 也就是说他们都与日本 存在着根本的厉害冲突 他们都是清王朝的统治者 都从日本存在着 更为根本的一种厉害冲突 正是他们都从日本存在着 共同的厉害冲突 因此他们在对日作战 还是核的问题上 他们必然会有相通的一面 有利益一致的一面 那么关于主战派和主合派之间的 这种同一性 这种互相渗透性 我们还可以从曾继泽的一段话当中 来进行体会 那么曾继泽在给其他人一个信念当中 他讲了这么一段话 那么也很值得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他说在中法战争爆发以后 他说他提出来 要对法采取强硬的这种态度 他说因此有些人 就把我称作叫做主战派 那么史学界也是认为曾继泽是主战派 他说李鸿章呢 因为考虑到中法海军力量对比 中国方面力量很弱 是吧 因为这个李鸿章呢 不主张对法开战 担心这个战局一开 惊年不解 兵年祸节 所以说很多人呢 他就批评李鸿章是主战派 他说人们 是吧 就讲 说 乃有李主和曾主战之说 说李鸿章是主和的 曾继泽是主战的 曾继泽自己说 说实际上这个不是个事实 是什么呢 只不过是传闻一词而已 是大家有这么一个说法而已 那么他讲 他说我自己本人并不是像有些人所讲的那样一味的主战 一味的对法强硬 那么他讲 夫济泽所谓备战者 特遇武华 石仇备战 事已行事 令彼族知难而退 他说我所主战是讲什么呢 说我们要切记事准备 是吧 让外国人看到 群立中国是有很大困难的 让他知难而退 令彼族知难而退 他说即使达不到这个目的 那么使得法国人感到 在同中国办理交涉的时候 尚有寸寸节节 阻难之事 则他国生心于武华属国属地者 不致接种而起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要对外表示的很强硬 要进行备战 使法国人有所畏惧 基本上说达不到这个目的 使他知难而退 那么也会使他在从中国交涉的时候 会遇到重重的阻隔 就是寸寸节节 阻难之事 说这样的话 其他国家 再次基于中国的 其他的一些 翻属国的时候 是吧 那么他就会心里头 对这些事情 他就会有所警惕 是吧 不致接种而起 那么他是讲 说主战与主和 与随不同 一起有益 说主战和主和 与随不同 主战组和 它是不一样的 意其有益 它的根本意思 有什么区别呢 没有什么区别 那么这是曾继泽 他是这样讲 他说呀 那么李鸿章是慎重外交 不欲起信 他说我曾继泽 同样也是慎重外交 也不欲起信 不愿意同外国发生这种信端 发生这种战争 他说在不欲起信之心方面 自己和李鸿章 没有根本分析 他就原本说 为始不与合肥同 未尝不同 李鸿章 李鸿章是合肥人 在慎重外交方面 我和李鸿章 没有什么不同的 为始不与合肥同 因此 曾继泽的讲 人们不应该 把他和李鸿章 区分为 一个是主战之党 一个是主和之党 那么实际上曾继泽 他并不是一个 一味的主战者 那么曾继泽 一方面对李鸿章批评 批评李鸿章 在对法交使当中 过柔 过忍 过让 太软弱 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 曾继泽又称赞李鸿章 认为李鸿章是什么呢 说李鸿章这种不欲起信 这种做法 是一种什么呢 是一种老成持重之见 老成持重之见 很稳当 说是宗臣某国 自古如此 自古以来 是吧 一个宗臣 在考虑到国家的根本利益的时候 就是应该要这么 非常的谨慎 要甚至途中 要老成持重 那么实际上 这个曾继泽主张对法强硬 并不是他真的主张要对法进行作战 那么曾继泽一个根本思想是什么呢 他是希望大清王朝要表现出了在对法交使当中的强硬立场 对法国起到一种威慑力量 那么曾继泽他曾经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说法人之性欺软怕硬 随夸大而喜功 时造极而为难 轻于发端 待于持久 什么 法国人呢 而是欺软怕硬 表面上 浩大喜功 但是实际上呢 他是做什么事情 他很着急 很为难 轻于发端 很容易发生战争 发动战争 但是呢 待于持久 他很难坚持下去 他讲什么呢 武华备战欲险 则了事欲役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备战越明显 大张旗鼓表示 我要抗争 要进行战争 是吧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法国人呢 他就会感到很为难 很为难 是吧 不是讲他 时造极而为难 那他说 这样做 这个事情的和平解决 外交的解决 就更容易 则了事欲役 那么曾经则还多次讲 说备战 未必果置于战 说清政府 真正进行战争准备 未必会发生战争 为什么呢 法国人 有危可惧 害怕发生战争 说备战可以守核 清政府备战了 那么就不会发生战争 才能够议和 他说 适合则 必置战亿 如果清政府 对外只是软弱 进行议和 是吧 那么就会使得 这个法国 是吧 肆无忌惮 那么就必然会引起战争 那么按照曾继泽的说法 只要中国实力的进行备战 切切实实的备战 就可以令彼族知机而自内 中国实力备战 军事力量显示出来了 那么就会使得法国人 会为难而退 知机而自内 那么因此他就讲到 说如果清政府的决策者 能够比较早的采取主战之言 断不至有战祸 他认为清政府 在对法交涉的时候 过于软弱了 那么这样就导致了战争 那么实际上清政府 真的要进行 切切实实的战争准备 倒不至于发生战争 那么由此可见 曾继泽 他在谈到主战和组合的时候 他并不把自己 视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主战者 那么他在主战的 这个思想当中 实际上也存在着 一和的这种 组合的这种成分 也说主战者和组合者之间 它是一些共同点 那么正是因为 曾继泽 他的主战当中 有组合的因素 说他根据条件的变化 他的主战思想 可以转变为组合思想 那么因此在中法战争 取得某些军事胜利以后 不但李鸿章主张 要对法议和 要乘成己受 那么曾继泽 同样也主张 要抓住这样一个 有利的时机 对法议和 也说 曾继泽的主战 和李鸿章的组合之间 它是有统一性 可以互相转化的 那么通过以上所讲的一些内容 我想我提出这么一个说法 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除了个别人 或者某些小集团 出于不可告人的私利之外 中国近代史上的 绝大多数的主战和组合论 他们之间 没有 一个不过逾越的鸿沟 他们之间并不是 完全水口不相容的 完全对立的 那么这二者之间 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 国内外情况的不同 他们是可以互相转化 互相影响 这是我讲到 二者之间的 具有这种同一性 互相转化的可能 那么当然我要声明一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并不是说 主战者和组合论者 这二者之间可以混为一谈 二者没有区别 没有是非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他们之间 没有什么任何政治分歧 没有任何是非 那么我在这地方 是要强调什么呢 人们在分析中国近代的 主战组合问题的时候 不能够不加分析的 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 像有些人讲 二者完全对立 主战牌就是爱国的 组合的就是卖国的 把它完全对立起来 这样不对 我们既应该看到 他们之间的这种分歧和对立 有矛盾的地方 有对立的地方 也要看到他们 还具有相通的一面 还有他具有互相转化的一个方面 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集记忆的官员 都是要以维护清王社的根本统治 为他们的根本目的 这是我讲到的这个第三个 第三讲的内容 那就是对于这个 主战派和主国派之间的这种 统一性和这个渗透性 那么做了一些这个说明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就讲到这里